这种挖泥船挖沙船是民营的 也就表示是大陆官方把这个包揽作业 交给这个民间去挖沙挖泥 挖沙挖泥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这个很多人都是跟某些营建工程 基建工程有关的 我挖了沙了 但现在不是 它现在是开航道 开航道 那为什么开航道呢 就是说现在要挖的线路线 基本上是要给5000吨以上的 排水量的船来进行 现在这个3000吨也许还不需要 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5000吨的话 如果底下淤泥太多 踩不过来啊 有时候风浪大一点的话 就会有一点的风险 所以挖沙挖泥就告诉台湾方面 我可能会有5000吨的船 要经过这个航道进出厦门 或者是泉州 基本上这边偏厦门 那可是问这航道经过哪里 经过我们禁限制水域 是啊 禁限制水域 没错 那不是就告诉你说 现在没有禁限制水域了吗 那以前只是打打擦边球 那这种民船经过这里 你也不能说它不行 因为所有的国际法里面就是说 民船经过禁限制水域 而且是这个限制水域 是可以的 没有是不行 很多我们台湾的 尤其立美把他解释禁限制水域 进来我就要开枪打你 我把你打你是合法的 错啦 即使是民船非武装的 经过你的领海 你都不可以开枪打他 那你可以进上去登船检查 你可以问他来由 必要的可以扣船 仅此如此而已 它跟领土不一样 这先跟他有个概念 那他现在挖泥船来了 我们台湾是什么 挖泥船你敢扣吗 扣也没什么用啊 大陆挖泥船 大概没有五千艘也有三千艘 对啊 所以你弄不完 那航道挖完了以后 他大概每一个航道 那种海沙都会放来放去 跑来跑地 注意到海底的海沙 是会随着风浪而变动 那个海底的地貌的 所以他这一次挖 如果全部工程完毕的话 大概撑了三年没问题啊 那这三年里面的大船来讲 就照着那个讯路走给你看 那如果大船是大型货轮 他刚才测试你嘛 是 我经过你 您怎么样 能怎么样 所以以前你说 如果要建设厦门港的话 可能还会绕道而行 现在完全不用绕了 就直直的过 没有 近线至水域线 我可能要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现在 因为这个地图放大以后 那个线其实蛮模糊 有拉到大的二档 线在这边 对 这个范围 在这里 就是等于是这边这一块 然后但是他是到 近线至水域的范围内了 所以就是这样走 另外的海警船 他现在走来都是3000吨左右的 但是大陆海警船 还有5000吨 还有一万2000吨 一万2000吨 开进来搞不好就卡住了 所以现在先把 有点像说 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马路开好 那以后大型机局可以进来 通一通 对 他英文就是和平力量韧性 他是认为他的一个座右铭 然后背面写个萧美琴 萧美琴又用双向圆 旁边弄两个梅花 你可以底下的萧美琴的翻译 是用闽南语翻译过去的 米琴销 所以他是这样拼的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 美国人有个习惯 你去拜访他 参议院 然后参议员 就会送给你们参议院的 这种纪念币 不知道纪念币蛮大的 我就像纪念盘 小小的一个 拿一个很漂亮的盒子 装的送给你 可是很少人用自己的名字做 大部分用单位 机构或者某个地点 那很少人说 我是奥巴马 我是什么 很少人 那萧美琴是用这个来送人 我觉得这方面是无可厚非 但是他现在是当时 在做驻美代表所做的 那打造的听说是来不及 那已经当选副总统了 所以现在回来 就是来交其家人 也什么王定宇 在做个宣传 有趣啦 好玩啦 但是政治意义不大 政治意义不大 不是他现在这个捷骨眼在那里 宣传这个战猫 战猫 你现在是要当战猫 是要怎样要开战吗 那就叫他做这个海警船 去金门 去阻挡大陆的海警船通过 用讲有什么用啊 要有行动啊 来捍卫你民进党的伟大理念啊 现在大陆不是挖沙船 经过大二胆嘛 经过那边就每天在挖啊 那你赖清德就要号召民进党的立委啊 比如说王定宇啦 林楚音啦 范云啦 沈柏阳啊 搭我们的海巡船 海巡的船 然后去阻挡大陆的挖沙船 顺便用40节的速度 这是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 是怎么样 去逼退那些海沙船嘛 那你如果这么做 如果你因为你临时啊 没有钱去做密路器的话 我捐八千块 让你王定宇去买密路器 八千块够了吧 密路器 买两台了 我捐八千块 让王定宇去买 这不是为台湾争光吗 对不对 而且你可以用你海巡船的船头 我去撞那个挖泥船的船户嘛 这不是 这个不一定杀人啊 也可以算是自杀 因为挖泥船盾得很重啊 还机器很重嘛 即使王定宇因此撞了以后 身体受了什么故障或损伤的话 也可以进入中类池啊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为国争光一极数得 我把他出纪念币 钱比较多 不要慷慨啊 这样用纪念币 感觉听起来比较好 那有什么不重呢 用奖 这种是用奖没有用嘛 你今天挖好船 这个路线挖好了 什么意思 就是大船要来 很简单 那大船大到什么程度 一万吨啊 那你要不要 这样把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一万吨的 那种海船船 应该没有吧 没有 那没关系 寧阳界开过去 你这个王定宇站在船头 拿着V8摄影机 这样可以吧 不是很光荣那件事情吗 都在帮他想办法 都帮他想办法 用奖没有用 用奖 你说去奖 讲给谁听 讲给民进党能听 鞏固悬票 如果已经这样子 一点光荣感都没有 哎呦 他是觉得说什么 反正是假的 假的讲久了 一直讲 一直讲 就可以把假的讲成真的了吗 可是现在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民进党一向 都这个无往不利啊 是吗 美中税务协定 不必等这个台海开战 30天内终止 现在就可以终止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对美国有利的法案 就是很多的美国相关的企业 甚至于包括跟美国有相关的 其他国家 包括台湾的企业 在中国大陆投资 中国大陆有义务把这个税务资料 跟美国的税务单位来报告 一样的中国大陆的企业 在美国有投资的话 税务的所得税相关的资料 也要跟中国报告 可是问题量谁大 美国在中国大陆的 投资的东西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税务协定 是基于美国的利益 所扩张出来的 并不是对于在地国 因为其他国家 没有像美国在海外 搞那么多把戏嘛 所以终止就终止啊 明天就终止啊 这没什么不好啊 有什么等呢 对不对 大陆说 来吧 来吧 因为大陆现在是 依据这个规定要不断的 提供很多资料 那个介大使有在我们这边投资 那他好像也是受你所管辖的 就是你美国客人家税 一要美国国籍 二有美国绿卡 三有在美国投资失业 都是内入管辖 所以有一段时间 不是要台湾的所有的金融机构 提供美国名单上面 有谁在台湾有存款 什么资产的 做什么生意跟收入 要提供给美国 那这些人里面 不是只有美国国民 不是只有国民 不是只有国民 不是只有所谓PR的 还有很多 有亲戚在美国的 通通绑在里面 要交你税 然后他再从美国去扣你税 是这样子的 那我觉得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啊 你看谁吃鬼 我觉得美国的议员 好像脑筋也不太清楚 他以为是商贸 商贸的中国 就在美国已经被 克了好多高关税了 没什么差啊 从川普克到现在 没什么差 所以就是喊一喊叫一叫就是 对啊 这对美国有好处 对中国没什么好处呢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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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江南造船 当然是大陆上很重要的造船的行业 还有这个辽宁也是啦 第四招是不是已经在舰了 现在还没有对外宣布 那这个舰的内容 要不要做核子动力 也还没有宣布 但核子动力 对大陆根本不是问题啊 为什么 他早就有核子潜水艇啦 他早就有核子弹啦 他早就有核电厂啦 只不过弄一个规模 相当于这个航空母舰 可以用的这个核子堆 不是问题啊 对大陆的洋艺没有技术上的问题 那只是说他战略意义很大啦 就是说 以后我这艘航空母舰 可以在什么地方作业 可以在大西洋作业 目前这个中国这几艘要到大西洋去 那要西家带舰带包袱 带补鸡 带补鸡 太麻烦了一点啦 所以没有办法就长久 远行的一个作战 但是大陆的这一位政委 海军政委讲的也不是没道理 就是说我不是要跟你美国打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航空母舰 不是要开到你东太平洋去威胁你 我只在我自家旁边 自家旁边就是 中国有几个海 就是黄海 东海 台湾海峡南海 顶多跨个到那什么印度 在泰国湾 到泰国湾或者到那个印度洋 就这样子而已啦 了不起最远就是去到波斯湾红海而已啊 这个就是现在传统动力的核子 航空母舰的范围 那如果有核子动力的话 就可以到大西洋 这个才会让美国倍感威胁嘛 那中国目前 我一再强调 中国目前的战略架构是 称雄不称霸 称雄不称霸 所以不会去 跟美国玩这个游戏啊 那美国说 有一段时间传言说 有五艘航空母舰来 他讲的这个人讲的对 我怎么会怕你五艘航空母舰呢 不会的 随便抄习近平的话 就是中共同路人 对于菲律宾 当然处境尴尬啦 你说南海够大 农得聊中飞 可是问题现在 不是南海有什么争端啊 就是仁爱教啊 就是黄岩岛啊 仁爱教黄岩岛是 中国所管控很久的岛屿 现在有越南管控的岛屿 也有菲律宾管控的岛屿 那中国没有去惹你 菲律宾管控的岛屿 你就跑来惹中国 管控的岛屿 这本身是你在找麻烦嘛 那你竟然找麻烦 双方院现在是用海警船 在那边推来对去 就有点像说 我们在马路上 大家在抢先 车子上互相推来推去 在插撞而已啊 还用不上军舰 那美国的这个发言人 那个发言人 也不用讲的那么凶狠 一副那种说 哎呦哎呦 条约 我要打 要代替菲律宾进场来打 来啊 真的不来 解放军就等着你啊 是 有手准备啊 解放军随便跟美国的军舰 引起海战 也实在是 没什么太大意义 但如果你主动找上门 要来挑事 要来 要来像以前踢管一样 对 那也没什么不可啦 大家总该 多多少少少开始 要准备较量了嘛 那你美国派什么船舰的教练 航空母舰吗 好来啊 对不对 因为中国好久了 我也怀疑中国的这个 导弹的能力 他经常讲说 多准多准可以打航空母舰 我真的想看看 看能不能拿美军来练练练练练继续一下 你知道吗 武功在强没有练继续很可惜啊 而且你要找到适当的目标 你打那个菲律宾的海警船的意义也不大了 就是插撞一下OK啦 但是有美国军舰来练扒子不是很好吗 我不是在好战 也不是在拱火 但美国自己发现你讲的这么凶悍 不要这个话讲的这么凶狠 但是真的手脚又那么乱通 那你菲律宾看在眼里面讲说 哎呦 我跟接打指说 你跟寒冰打 我一定助你一拳 寒冰打 对你跟寒冰打了 又跑了一拳 继续打 去啦我支持你 那不很好笑吗 对啊 确实是这样 那你说小马可是怎么样 聪明人啊 他说现在不是时机的理由 不是用 不是援引这个的时机 对对 但是如果你美国给有足够的武器 足够的金钱就是时机跟理由 是是 话中有话 股东同一个啊 老板同一个啊 要怎么切割 其实什么切割都可以啊 就是Tiktok的老板 他的老婆加入美国国籍 去当美国的董事长 然后Tiktok的董事长 自己当中国国籍 中国当董事长 这样 那股权切两个公司 这无聊吧 因为其实 现在为什么他们进Tiktok 很大的困难 就是Tiktok上面有四百万的网红 这些网红是靠Tiktok吃饭的 对啊 你把他禁掉这些人 整天跑到YouTube Facebook去轰你 我看你都倒了 哎 在美国选举上四百万个条啊咖 很可怕的数字 那个很多摇摆州有没有 输赢都没有几%啊 那你说红州好不好 你的蓝州你的 可是就拜登跟川普来讲的话 哎 就看谁争取在这网红之死 其实不是说 这个Tiktok有多厉害 是因为美国的年轻人用Tiktok去消遣政治人物 那很多政治人物 比如说拜登找不到方向的图 然后那个川普胡说八道的话 他们就把它剪成很逗笑的影片 在年轻人里面快速的散步 那是不是也不是Tiktok散步的 对不对 Tiktok就是你好玩 看的越多 就演算程式就一直加上去嘛 可是内容不是Tiktok做的啊 消遣你川普 拜登也不是Tiktok做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因为 剪这种影片赚了不少的钱 就生活过得去 有四百万人 那你让这些人突然间一夜之间没有收入 我跟你讲 不要讲什么民主党共和党的伟大理念 你让这个四百万人突然间没有好收入的时候 这些人不拿枪跟你干 那是怎么可能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